现在先来会入DSF 那么这是车船的弓箭 OK 那么这个是有先处理过了DSF 那把里面的杂质都拿掉 OK,那我们一样的按Alt M 那这一次是 短面的,短面的加工,短面脑场 那如果我们踩源头刀 这里一个M的符号,表示说他有四种功法 我们先从右开挖开始 右开挖就是从 从这边,从右边开始开挖 那 为了解明其要,把这个参数修改 我们到具参数 这一个啊,比如说 这里是5mm,3mm 譬如说啦 好,那么 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刀具路径就没有那么那么密了 这样看 刀具模拟就比较清楚 那我们 我们 最后双凹槽 我们先 拿出一个凹槽来加工 OK 那加工完 再把这表面修 修完 那修完之后呢 再加工第2个 OK OK 那这个是 属于 又开挖 那如果呢,我们要中开挖 也可以 从中开挖 我们单解模,你看看 向前 这个中开挖他的参数又 又换另外一套,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开挖的这一个 这个 假设呢 我们吹一声来是3mm 3mm一刀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 就比较 稀疏 没有刚才那么密 那么 来看一下这个中开挖 他在中间的时候是属于稍微横向一点 这个刀笔避免被报复 中开挖 那么开挖到这个双凹槽的时候,他就是 分别挖了 那这种东西 我们也可以左右挖 左右挖 让我们看一下 All time 再按一次 这个来回挖,来回挖的话,经济效益是比较快的 那么来回挖的参数呢,他又太密了 他每一套的参数都不一样 那么 我看以后把他连结在一起 OK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左右挖 就是 挖 左右挖 左右挖 这边挖完 一样的 这边是左右挖 OK 澳槽加工呢 除了这个方 方的话 他其实也有很多种 那也有可能是用 除了这个 源头刀啦 那还是 有用,比如说 左右手刀 或者是方头刀 或者是中立刀 或者是直接 只有右手刀 或是左手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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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